俄羅斯總統普廷明天就要滿七十歲 他在星期三正式簽署法令 並吞烏東四個地區 俄國有部分人士形容這是一份生日賀禮 但是就在今天下午 歐盟也通過了對俄羅斯的新一波制裁 俄羅斯總統普廷五號簽署法律 正式宣布將烏克蘭東部的 頓內刺客 盧甘斯克 赫爾松和札波羅勒等四個地區 並入俄羅斯國土 雖然悟軍表示在赫爾松收復部分失土 但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宣稱 仍在持續與想加入俄國的民眾協商 將會再奪回某些土地 這番談話凸顯七號即將過七十歲生日的蒲婷 仍然野心勃勃 超乎外界想像 今年二月二十四號 普丁打著去納罪化的七號 入侵烏克蘭 這也是繼二零一四年 併吞克里米亞後 普丁再度對友誼 加入北約的烏克蘭出兵 沒想到這回俄軍遭遇頑強抵抗 這也是不如他想像中順利 在開戰半年度後 普丁一面對內動員增兵 一面祭出核武威脅 並以切斷天然氣供應 反制支持烏克蘭的歐洲國家 但歐盟已決定對俄羅斯併吞烏東領土 實施新一輪制裁 這些制裁包括擴大限制俄羅斯在鋼鐵 和科技產品方面的貿易 並對俄羅斯海運原油油價設定上限 故事新聞 曾慧明編譯